又到了一年一度中国留学生最紧张的时刻了 因为H1B签证的数量有限 参与抽签的人数又逐年递增 因此中签率也越来越低 那么如果没有中签 留学生们如何能继续合法地留在美国呢 那么第一个当然是没有办法重新回到校园里 重新保持他的F1资本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他们都已经毕业了 已经拿到硕士甚至博士的学位 那么怎么还要回到校园呢 那是因为你可以换一个专业 换一个program 然后保持住自己的学生资本 这是第一个办法 第二个办法可以申请特殊人才 比如说他是这个Poster 就是博士后或者是PhD candidate 也就是说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 正在准备就读博士 那么呢 他的这个研究 学有所成 然后呢 有发表自己的专业论文 甚至拥有专利 不管是发明专利 还是使用新型的专利 那么呢 他们可以尝试申请特殊人才 或者是第二优先的国家利益货名 叫National Interest Weaver 那么这是第二个渠道 第三个渠道 就是我们通常讲的 去找白老王子 就是找个美国公民 把自己给嫁了 或者是找一个美国公民的太太 也把自己给嫁了 这样的话呢 可以通过签署移民的渠道 进行解决 那么第四个办法呢 因为我们现在大陆很多的家长 经济实力都非常不熟 不差钱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在他的申请H1之前 或者是申请H1抽签 没有抽中以后呢 可以由父母提出捐赠 给他们50万美元 然后呢 让他们在美国 或者是直接创业 做直接投资移民 或者是把这个50万美元 投入到ED5的regional center里面去 那么在这种情况呢 他们也可以通过投资移民的渠道 解决自己的身份 可能大家会有疑问 就是说如果说 我OPT抽签 就是F1抽签 没有抽中 那么呢 这个投资移民 因为现在排期也比较差 比如说一年 一年半 两年 甚至三年 那么我如何维持 这个中间的合法身份呢 那么 目前来说呢 就是两个方法 一个 就是刚才讲的 就是保持合法的学生身份 第二个呢 是可以就是离境 同时呢 这边的投资移民的项目呢 继续办下去 这样的话呢 在做5而6批准吧 到时候可以重新 再进入美国 申请调整身份 或者是到 网州的美国人民馆 去申请预访